今天我们就是来看怎么给我们马桶装这一个电动的Duxury Edex 6 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 除臭 震动的水波 AC装 然后它还可以有什么电吹风的功能的 那最近北美的各种的色纸都已经卖完了 Edex都卖完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装到我们家的厕所 楼下的马桶盖有一些问题 所以刚才呢我想了预期要换 不如换一个高级一点的这个设备来来尝试一下 好 开始吧 那这个马桶盖怎么坏了呢 就是这里都是work的 但是呢一旦把这个拿起来之后 它就自己往下掉 它没法固定住 电动马桶圈是有几种有几个步骤 把这两个螺丝切起来之后呢 这个马桶马桶盖就可以下来了 我看网上是说一般就是可以把这上两个盖子给撬开的 ok 这个撬开了 撬开 撬开之后就变两个螺丝 下面就是一个螺母 等于说这个螺丝你看螺母上就把它固定住了嘛 它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这样一个螺母把它定住 这个马桶坐垫就是有两个这样子螺丝把它定住了 然后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另外一边也同样拆除 好了 我们这样第一步就完成了 好 我们把这里抹一下这个螺丝 来 我们把这里抹一下这个螺丝 在这里均拧 刚才本来是这样子的 我拧开它就把它关掉了 那现在需要把这个水箱给清空 对 一般这时候水箱会上水 因为现在水停了 所以不会上水了 这样就对了 现在气泡里面就对了 空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毛巾垫在这个口子的下面 垫在这个口子的下面 下一步就是把这里弄开 这里弄开可能会滴水出来 刚才手拧不开 可能要用扳手才弄开 好了 拧开了 然后把它拧松 会漏水出来 这就是水缸里面剩下那一点点没法冲出来的水 下一个就是把这个提心管给拧进去 提心管这个大头的在上 但是说 你要拧紧的时候不要用扳手了 因为它这个塑料 紧不起 这个扳手拧 先把梯子的这两个肩膀给拧紧 它下面那个出来的内线不拧 这根水管很紧 所以 这里还有点变扭 再回来 好了 这里也可以 这里会就是三盒四都做完了 然后第五步是把mounting plate装好 装这个本的板应该跟刚才拆是一样的 把这个放在这里 一种是standard installation 一种是top mounted toilet seat 这边往下面拧螺丝 在下面这里能放到一个螺母 这种就是standard的这个installation 下面这块区域如果是碰不到的话 比如说它有个陶瓷把它挡起来 那就得用那种top mounted plate 然后像我们家这个马桶碰巧 下面是可以用手碰到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下面按螺母就行 这个从上面放进来 然后这一步就是把这个拧紧 把这个mounting plate给固定住 这一步就是把侧面这个马桶盖 进水的地方拧这里好 不要用任何的机器去拧 就用手用力拧紧就好了 因为它这里都是塑料的 所以说你用太大力的话 你们就会把它拧出来 就卡进去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地方跟你这个圈圈 align的不好的话 那就要把这个螺丝松开 调一调这个place的前后顺序 因为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容错的一个区间 好我们现在先试一下 把它放上去 卡的怎么样 这样卡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A few moments later 卡到开到了 哇 这台来自成功的人了 好 现在就弄好了 装好了 这个t valve接一下 现在就是这个t valve 刚才我们把家里面水管来的水 已经能够进入水箱了 这里还有一个 刚才分出来多一个分支 给电动马桶圈可以来洗 替补用的 这里接完 下一步是把这个水扎打开 看看漏不漏水 激动时候到了 好像漏水 好像没有漏水的了 我都摸不到有水了已经 好 被拧紧了 看一下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拆电了 正好这里面是亮灯的 这是night lights 可以把它关掉 看起来有点害怕 刚能就调了这个seeds temperature 然后现在调到最高档 试一下它这个温度怎么样 对还有一个问题 就之前地下室这边 因为比较凉一点暖气不是很足 所以马桶圈一直都很冰 然后每次冬天来上厕所的时候 还是很不舒服的 就希望这个马桶自热起来 能够舒服一点